大家好,我是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招生官CC老师。 本期视频,我将针对VCE12年级的国际学生与家长解答一些你们所关心的关于VCE高考志愿填报与修改的相关问题。 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算作本地学生,其他签证类别持有者则全部属于国际学生。 请参见VTEC网站的重要日期。 在VTEC官网上公布的可以更改志愿的时间内,登录你的VTEC账号,点击Cost Preference后,便可以对于自己所选院校和专业进行调整和更换。 非常简单,你可以搜索下方网址进入迪肯大学的官网,输入你的A塔成绩,所有适合你的课程就会筛选出来。 迪肯大学下设四大学部,无论是艺术人文、商业与法律、健康科学、还是工程、教育等等专业都备受世界瞩目。 请关注迪肯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,或查看迪肯大学官网,了解更多详情。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世界排名前1%,连续12年被评为维州学生满意度最高的大学。 教育质量与学习体验全维州第一,大学就业服务屡获殊荣。 我们还为学生提供灵活的学习选择,包括在线学习,以及我们独特的三学期制,可以更快地完成学业,开启梦想职业之旅。 我们为国际学生提供校长奖学金,学费减免50%至100%,国际留学生奖学金,学费减免25%,STEM奖学金,学费减免20%,该奖学金适用于迪肯大学建筑设计和项目管理、工程、环境、信息技术、人工智能、网络安全、计算机科学等热门专业。 还有,瓦南布尔奖学金,学费减免20%,仅限于申请商学学士、护理学士学位的申请者。 同时,奖学金获得者将获得50%校内住宿费用减免。 第二语言EAL第一语学要求5分之内,可以搭配迪肯大学语言课程。 完成五周语言课程并且满足入学条件,即可直接进入迪肯大学第一学期。 需要注意的是,学生需要在成绩发放后,马上和迪肯大学申请搭配英文课程,无需等待VTEC发放offer。 第一,可以选择符合入学要求的校区。 如果你的ETA没有达到某个校区的入学要求,可以查看其他校区是否有较低的分数线,然后根据情况选择入读满足入学要求的校区。 第二,你可以选择符合入学要求的课程。 你可以先申请学习具有相通性且入学要求较低的课程,之后再转入到理想专业。 以商科类的课程为例,Betal of Business的ETA分数线就比Betal of Commerce的较低。 学生可以选择先进入Betal of Business学习,之后再转入Betal of Commerce就读。 第三,你还可以选择入读迪肯学院Diploma课程。 Diploma相当于国际大一的课程。 课程完成,并且满足要求后,可以直接入读迪肯大学本科二年级。 对于所有持有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,迪肯大学要求学生们必须回到校园学习。 由于签证审理时间或者其他特殊情况,在明年三月之前不能回到校园的同学, 需要和迪肯大学申请特殊考虑,得到批准后才可以先进行线上学习,然后尽快返回校园。 直接在视频下方留言提出你的问题,我们会尽快回复。 你也可以截图扫码或查看视频下方信息栏,点击链接,填写咨询表单,我会与您尽快联络。 视频的最后,希望看到本视频的VCE考生和家长,可以选择迪肯大学作为你的第一志愿。 祝你们前程似锦,未来可期。